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蜜蜜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 今天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助她 你知道吧 直到咱有车位 让我帮她站一个 你说我俩是关心 是不是今天你得帮我 把这个车位让给蜜蜜 好不好 我跟你说实在话 我也是一个过来人 你此时此刻这个情感 我是能理解的 我知道你死了蜜蜜 但是这个车位 得给人家黄想黄留下 凭什么 你跟你说 你凭我跟你说 情况是这样 刚才黄想黄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一会儿找我来 有大事跟我说 他说了 要不给他留一个停车位的话 这个事就能出了 他说 第一 它影响我的形象以及隐私 第二 就是关系到社区 以及我个人的安全 第三 对 关键 他说了 关系到我的人生 能够挺多久 而且他还说了 否则 他就嘟嘟嘟嘟嘟 他就挂了 你说否则他万一否则 他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会了呢呀 对呀 所以这车位得给他留下 你说呢 啥也别说了 这个车位 就留给黄小黄了 赵正丁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一声脸 大一位行的事 还是能干得出来的 你知道吧 哎呀 好样的 我跟你说 好 你今天你可让我 对你刮目相另眼看啊 什么玩意 我跟你说 今天你这个脸 你一点都不小 你非常大 哎 啥意思你 而且你这脸上现在冒油 油 油 自带油彩 好样的 啥意思 这就对了 我跟你说 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对吧 做好事 好好发展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待 是 就你这么干下去 在不远的将来 你就能当上副经理 哎呀 说这个话 我心这个酸呢 你想想 我当副经理了 咋的你退休了啊 还有这么多年的 我就不能升一级 哎呦忘了 我就一直干这副经理 忘了还有正经理 我就不能当个正经理 你就当正经理 瞧你这话 这也当正经理 哎经理啊 我要当正经理 不是 那个 我田经理 嗯什么纸质 嗯 好的 我马上去 好嘞好嘞好嘞 行 你放心吧 马上到 哎 快快快 我去了啊 对了 这个车位是谁的 黄小黄 你小脸 再来 呛 你干啥呀 这鸡鸡诈的 尊敬的业主 黄小黄女士 请您验收你的车位 我的车位 照顾行不行 挺办事啊 挺办事 啥事我都知道了 刚才跟我说了 啥事 说你有重要的事 就是什么 什么隐私 啥隐私啊 什么反正安全 事实安全 总之这么说吧 就是你呀 后半生 要是没有这个牌位的话 基本就活不了了 我后半生有这个牌位 我才活不了呢 车位 就是总结一句话吧 就是你需要这个车位 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严重啥呀 到他玩呢 周高总我不说严重点 他能给我留车位吗 他的驴脾气一上来 什么人说话他听 不是 不是我没明白 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 那就是我我我找我那些隐私 我没有的事 你的意思 我逗他玩呢 那你的意思 就是假的 那明白你的意思了 啥意思 在这扯犊子呢 是不是啊 那怎么能叫扯犊子呢 那叫啥呀 那叫啥呀 套路 漂亮 完美 黄小黄女士啊 你看见前面那个路了吧 看见了 一直走 一直走 对别回头一直走 怎么了 简直走 然后又转就到你家了 赶紧回去吧 余小良你啥意思啊 没啥意思 我告诉你 这个车位不是你的了 现在这个车位是我的了 是你了 那是赵刚子让你给我站的 错了 现在我余小脸是为正义而站的 行 行 那你告诉我正义是谁 你正常点行不行 谁不正常啊 正常 喂 蜜蜜啊 我在车里站呢 你来吧 这个车位我给你站定了 好嘞 完美 行啊 你小脸 行啊 我不能站这个车位 你能给蜜蜜站是不是 对呀 人家有正经事 你们有正经事呀 行 余小廖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跟赵刚子啥关系 两个我摆造影呢 就是物业与业主的关系 不对 那啥关系啊 说不清的关系 我告诉你余小廖 你这车位今天要是不给我 那一会儿赵刚子来了 我告诉你 谁叫我啊 赵刚子 哎 王小华 你来了 刚子哥 你可来了 余小脸他 啊 余小脸他 哎呦我的妈呀 余小脸他 余小脸他 余小脸啊 你对他做了啥 我对他做了啥 我忘了呢 啊 咋的了他啊 啊我想起来了 我我我我我我对他做什么了 我告诉你 我对他做了正义的事情 骗人 谁骗人 他骗人 他要把你留给我的车位给秘密 是吗 对呀 你笑脸 你怎么能这样呢 啊 我刚才走的时候你怎么答应过的 是不是把这个车位留给人家黄小华呢 对呀 你怎么能留给秘密呀 啊你还跟我说你大一灭秦 你灭了谁了你 我把你灭了 哈哈哈哈 你闭嘴 什么灭我 闭嘴 你门 买他 啊 啊 啊 狗切 对 背 非 配 你 HS5 我背勺 我们怎么背推了 你再讲两句词 把这辈子你会的词 你都整出来了 整出来 啊 告诉他 你找我是有大事的 大事 跟他说什么大事 我告诉你可大的事了 大事 我闺蜜一会儿来 带我去买衣服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不是这事 什么你闺蜜来干什么玩意 啥事 你闺蜜来干啥呀 我闺蜜来 车位给她留的吗 一会儿她陪我买衣服去 不对 你不是跟我说 这车是给你留的吗 你不是有大事吗 关乎你的形象 买衣服不就有形象问题吗 那还有隐私呢 外面的衣服是形象 里面衣服不是隐私吗 那也不对呀 还关于咱们社区的安全 那我买完衣服 我一高兴 是不是得喝点小酒 那酒一喝多了 我们小区安全还能有吗 不是那还关于 我个人的安全呢 我每次喝完酒都多谁 我呀 对呀 那不最关键的 还有一句话吗 最关键的 就是说关乎到 你的人生还能挺多久 那你都不让我停车 那我就去买不了衣服 买不了衣服 我就喝不了酒 我喝不了酒 我就倾诉不了 不能倾诉我的人生 还能挺多久 那还有否则呢 否则 否则我就把车停外面去啦 背腿 停外面去 停外面去 马上停外面去 你说我来得及不及时 你说我来了就把他这个套路给识破了 对对对 要不然你说你得犯多大错 是是是 谢谢 刚才冤枉我了是不是 正确的说出那三个字 哪三个字 对不起 没关系 我说我啊 跟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 那个小脸啊 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对不起 照顾就你 没事 我告诉你啊 黄雅黄 这个车备没你的份 听听没 你怎么出尔反尔呢 你怎么还说下话 套我呢 你们 根本就不懂 我 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 我的世界 你懂吗 你有什么 你有爱 有家 有温暖 可我呢 有的只有空虚 寂寞 哈喽 赵经理 他在跟你说 他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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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啥办法 你 你 你 我 我 我告诉你啊 你俩就别太欺负人了 我告诉你 我不能听 别人也不能听 那那那 那凭什么你给秘密站呢 秘密也不能听 秘密是一生有心 我跟你说 人家黄雅黄说的有道理 你凭啥给秘密留了 赵经理 你听我解释 你秘密说了 有重要的事需要这个车位 你怎么知道他有重要的事 你玩套路 那你怎么知道他没玩套路呢 你看你不讲理了 秘密有啥重要的事 对呀 跟你说了吗 运小脸 运小脸 来了 小脸 哎 我 留那车位 留好了没 这 小狗整那些正常男女干的事 不是 小狗整那些不正常男女干 你别说了 那个 赵福经理都在这呢 车位也在这呢 我告诉你啊 秘密咱说好 如果你要是真有需要 用这个车位 我给你 但是 你要是玩套路 今天我就告诉你 我运小脸不干 大姨秘密请了 小脸啊 你有病吧 啊 赵福经理 啊 受啥刺激了 他今天有点回光反弹 哎 秘密啊 你要这个车位 到底干啥呀 车位 啊 赵福经理是这么回事 我最近呢 不是在业主局里 号召大家给 贫困山君孩子捐书吗 大家太热情 输太多了 我呢 找辆车 帮我拉一下 这样赵福经理 如果哈 在物业觉得 我车停这不方便 我就不停了 回来 回来 再往前走一步 这个车位 就是给你留的 必须给你留的 不是 这不停给你 别跑了 这不停了啊 是吗 对不起啊 来 你过来 我想玩 说你呢 我跟你说 我想说你 你看看人家秘密 你再看看你 你们两位 同事咱们社区 大龄单身女青年 你家大伙儿 不是同事 他不停 你不是 你还有我呢 你就别跟着臭美 咪咪啊 好样的 真的向你学习 黄小华 你看看人家 人家陷爱心 对吧 如火如荼 你呢 孤独寂寞 还冷 学习 哦 咪咪 哎 小华 跟你比起来 我可惭愧了 那个 哎 你缺人手吗 要不我帮你 我能搬书 我家也有书 好好好 人越多越好 有 有 你太好了 我都出来了 快来人大把手啊 来了来了 张婶他们来了 对对对 接一下吧 一半书吧 来了来了 我们来了 我在这给你们穿车位啊 我妈不在家 你又偷着买好吃的了